在可能引起山火的诸多因素中,气候条件一直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。高温、干旱、大风等天气都有可能增加山火的频率、强度和持续时间。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,一项研究发现,由于气候变化,加拿大所在的北美地区的春季正变得愈发炎热和干燥,而这种天气条件会导致植物中的水分降低变得更加易燃。 而加拿大政府今年6月提供的最新数据也显示,今年以来,该国60%的地区经历了中度或重度干旱,同时整体气温也高于正常水平。 加拿大很多国土纬度较高,在夏季原本十分凉爽,然而,近年来,加拿大北极地区变暖的速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4倍,夏季温度甚至上升到30摄氏度以上。 而随着温度升高,空气干燥,一些堆积多年的枯枝烂液可能出现自然现象。 再加上加拿大地广人稀,往往火势被发现的时候,已经呈蔓延趋势,很难被控制住。 专家指出,山火问题并非只是加拿大的问题,和加拿大相似纬度的世界其他地区也被越来越频繁的山火所困扰。 这已不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,而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普遍性问题。